传心似动飞动 人会常说 你不了解我 师父告诉你们 释迦牟尼佛时代在印度 提婆达多 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大弟子 他跟着释迦牟尼佛三十年了 他难道不知道 释迦牟尼是佛吗 可是 在三十年之后 他离开了佛陀 可惜吗 你们通过师父讲的这句话 你们就应该知道 一个人要了解另外一个人 是多么的难啊 妈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了解 孩子怎么会了解爸爸妈妈呢 人和人之间需要沟通啊 师父讲一个小笑话 一个孩子跟爸爸出门 坐公公汽车 回家后跟妈妈讲 妈妈 我今天给人家让坐了 妈妈说 你真是个乖孩子啊 你真懂事情 妈妈 我让坐 因为我想坐在爸爸的腿上 我坐惯了 我喜欢坐在爸爸的腿上 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了解 你们谁能够了解自己啊 有时候 为了一点事情 你们可以牺牲自己很多的东西 有时候 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 你们可以放弃更多的 为公的事情 你们如果放弃私心就好了 所以 这位跟了佛陀三十年的弟子 最后 还是背叛了佛陀 佛陀后来 把跟着他的 近五百位弟子 全部修到天上去了 现在 全部都是佛菩萨 你们看 这位弟子 可惜不可惜 他跟了佛陀三十年啊 他了解佛陀吗 他不了解 佛陀已经跟佛菩萨一样 在人间做得这么好了 他居然还会离开佛陀 他没有福气啊 理解众生要为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理解众生 就是要理解别人 要找寻人生的共同点 你可以说 这个女人我不喜欢 这个男人我讨厌 但是 你要找寻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 他有一颗佛心 他还是有良心的 他还是在学佛 要懂得 能够跟你一起修心 就会跟你一起进步 你们就要相互了解 否则 一个修心 一个不修心 时间长了 要么 你被他拖下去 要么 他被你拉上来 所以 学佛人 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伴侣 或者同学 或者你的亲人 尽量 要让他们也学佛 否则 你就只有人间的亲情 你不会跟他长久的 因为人间没有佛情 这是菩萨讲的 要懂得 相互了解 禅悟人生啊 很多人说 开悟人生 为什么师父说 禅悟人生啊 禅悟人生 就是教你们 去处妄念 因为当你坐禅的时候 你是没有妄念 没有邪念 很干净的 所以 很多人 是坐禅 坐得开悟的 我彻底明白了 很多法师 为什么能够舍去一切 跑到山上 去修行啊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人间一切 极虚妄 我开悟了 禅悟人生了 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学佛人 首先要先 去除行为上的过失 就是我不能做错事情 我今天一个行为 都不能做错 很多男人 看女人的那个样子 很讨厌 很难看 色眯眯的 让人家一看 哪像一个学佛人啊 这就是行为举止失道 要修行为 去拍拍这个 去拍拍那个 那就是行为上的失误 在公共场所 讲话声音很响 给人家看不起 那你哪像个学佛人呢 你看看 庙里有声音吗 如果你看见一群和尚 在一起嘻嘻哈哈的 那你就不要去这个庙了 对不对啊 行为上 先要像个菩萨 过失是什么 就是不能做错事情 行为上 不能做错事情 哎呀 我真后悔啊 我憋不住了 我做错了 丢脸啊 回到家 自己恨自己 学佛人 先要去除 行为上的过失 禅心 似动 似非动 禅心是什么 就是一颗 能够清洁安静的心 能够让你开悟的心 你们想想 你们要想安静的时候 是不是 先开始动心了 我今天 现在 要开始安静了 我要回避一切人 我要把电话关掉 我要把门锁上 是不是 心在动啊 开始要坐禅的时候 这些心 全部都在动 等到你坐下来了之后 不动了 没有什么想法了 因为没有电话了 没有人敲门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心不动 就是非动 实际上 人的意念 也是似动非动的 人的意念 有时候在动 有时候没有动 想一件坏事的时候 它在动 想完之后 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们学佛人 不能去想的 非动 那么你最后 还是没有动 听 听得懂 听得懂吗 你开始坐禅的时候 脑子里 什么都不想 到了后来 脑子里杂念 纷飞 烦恼不断 你开始 是非动 接下来 就是四动 真的在动 明白了吗 当一个人 碰到一个突发事件 他的思维 很容易走向偏差 走极端 你们去看看 夫妻吵架的时候 男女朋友 争吵的时候 平时好的时候 两个人 好得不得了 等到吵架的时候 马上想到 我恨死你了 把对方 一连串 不好的事情 全部想起来了 这实际上 就是业果的积累 让你用火柴 把这个鞭炮点燃了 劈劈啪啪啪 全部放起来了 师父讲的 形象不行象啊 火药 都是你们平时 这么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 等到一吵架 等火柴一点燃 不就爆炸了吗 平时 要没有火药 平时不要把人家 对你不好的事情 记在心里 要全部忘记 脑子里存在的 全部都是好的 即使火药 偶然的被点燃了 马上脑子里想到的 不是去恨他 想到的 应该全部是 对方很可爱的地方 是对方 对你付出真心的事情 是他为你 付出更多的时候 你脑子里 全部是 这种正能量的出现 你怎么会跟他离婚 怎么会恨他呢 怎么会在脑子里 想离开他呢 师父讲的 是不是人间佛法 你们自己 好好体会吧 师父看你们 每个人 都会有体会的 因为婚姻 感情 爱情 是一种千变万化的 是万字千红的东西 那是师父 说得好听一点的事实 实际上 人不休 任何事情发生 你们都不能处理啊 什么事情 都会发生的 要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心在动 但是 动完了 要清静 我可以想 我恨死这个人了 但是想完了 心要马上静下来 我不能恨别人 我是学佛人 不管他怎么样 他已经跟了我好几年了 他也蛮可怜的 对不对 这叫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就是说 安静的时候 我的心 有时还会动 动什么 我可怜很多人啊 这么多人 值得我可怜 我不舍得他们 所以 要去除 本性中的障碍 不是外表的障碍 是你本性当中的障碍 本性是什么 就是良心啊 良心 不能被狗吃了 良心 就是你的本性 你外表的外心 可以有障碍 但是 你的内心 绝对不能 做出恶事出来 如果你做出 那些不好的事情 那会伤害你自己 还要伤害别人 那个伤到你本性的 那就是 昧着良心在做事 人家对你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却一下子 跟女朋友说 要分手 你会伤害 人家的心的 对不对啊 在人间 虽有善恶 但是 不要把恶的 看死 不能把恶 看成 完全是恶的 把善的 也不要看死 看成 完全是善的 因为善恶 会转变 过去 这个人 坏得不得了 你说 这个人 永远 不会变好的 但是 几年之后 这个人 变了一个样子 好了 人家很善良了 你还说 人家不好吗 过去 这个人 善得不得了 是个好人 后来 到了社会上 为了赚钱 骗钱 饿得不得了 那么 你说 这个人 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所以 善和恶 都是在转变的 你不能一概 把它定位 今天的善良人 可以成为 明天的恶人 明天的恶人 也可能 成为后天的 善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